今天的早餐,胡辣汤,油饼 多了吧,你看了吧,是不是多了 我说要三块,他说三块五 这个一块五,正好凑五块 这是湖南的襄阳地区 靠近河南,就有那个啥了 就有胡辣汤吃 别说他那一块五的胡辣汤挺好的 这应该叫胡辣,胡辣粥了,很稠啊 开了一上午,现在一点多了 我还没吃饭,先把车洗一下 虽然是长途开车,但我一般也是只加200块钱单车 这样路上如果遇见有自动洗车机的加油站 就不会因为油箱是满的而错过了 现在私人的大部分都有洗车机 或者是人工给洗 中国是由中国式化 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 终于可以喝羊汤了 哈哈哈,还不容易啊 你看看,二十的羊肉还是不错的 送一个烧饼,可以 哎呀,知道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真舒服 哎呀,中午困了实在受不了了 请这个小树林找到个地方 睡了以后,三点进去的 三点半进去的 睡到四点四 所有车道均可通行 前方红绿灯直行 哎呀,我发现这挺好啊 现在外面的气温是三十多度 三十多度 你要在阴阳地点啊 我开了这一天的车 我的车一直开着空调 所以说我睡觉的时候没有开空调 车内还很凉 我把风扇开开了 睡在一个多小时啊 在一个多小时 感觉车内的这个温度啊 还是比较适宜的 啊,醒了以后 这个稍微感觉有点 有一点点的热意 啊,正好啊 啊,看来这个办法也是比较管用啊 啊,如果你是怠速着车开空调 这样睡觉 大概睡着一个小时到两小时 就是需要花二三十块钱的游戏 这样就不需要了 又找到一个好办法 我在那个零睡觉之前 我还故意把车内的空调调大了 车内变得我甚至觉得很冷 啊,所以说 啊,所以说 这样的话再去睡觉 车内的这个 温度啊 这个冷的空气 可以保持得更长一些 所有车道均可通行 前方红绿灯执行 所以大家伙将来也可以试一试 只要你不在太阳底下晒着啊 然后呢啥呢 就是那个 在停车之前 开了一段时间的空调 并且趁得保持得很冷 啊,这样 这一个多小时 停车住车的一个多小时 不用开空调 乘得也很舒服